首先咱们来看一下整数类型 整数类型 对了 这个地方叫做数据类型 叫做数据 数据类型 好 首先我们来看整数类型 整数类型呢 有这个byteb就等于了10 它在内存中占多少个字节呢 占的是一个字节 占一个字节 然后它的取值范围 这里要记一下 复的128到正的127之间 然后我们接下来 来一个shouts就等于了20 然后呢 它占的是两个字节 占的是两个字节 好 它的取值范围咱就不说了 然后再来一个inti就等于了30 然后它占多少呢 不是占三个 占的是 对了 占的是四个 然后这里面要强调一下 在杂务中 等数 默认的数据类型 就是谁啊 就是int类型 等数默认的数据类型 就是int类型 那么 什么叫默认类型呢 比如说你在这里面做一个输出 sind.out 然后我来一个10 这个10 你没有可以加任何的数据类型 那它就是什么类型啊 对 它就是int类型 好 我们再来看 整数还有一个什么数据类型 Long Long X等于的是40 好 那么它占几个字节呢 它占的是八个字节 好 我们来编译运行一下 把这些结果都进行输出 来 多复制几次 好 都改成对应的变量 第一个是B 第二个呢 是S 第三个呢 是I 第四个呢 是X 好 编译 运行 输出结果 10 20 30 40 没有问题 但是在这里要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怎么说 说整数默认的数据类型 就是int类型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呢 我在这里面做这么一事 1234561890 好 大家来看编译 怎么了 说报错了呀 它说过大的整数 因为我们整数默认的类型 就是int类型 那现在 它把它当作一个int类型 结果怎么了 结果超过了int的取值范围 那现在 它想复制给这个浪 那既然想复制给浪 你得标识 你这是一个什么数啊 得是一个浪类型的数 那怎么才能标识 它是一个浪类型数呢 很简单 在它后面加一个什么呀 加一个L就可以了 那这个L啊 可以加大写的 也可以加小写的 可以加大写的 也可以加这个小写的 都可以 来看 加小写的 编译 进行 输出没问题对吧 好 我们加大写的 编译 进行 输出这也没问题啊 那么它输出的时候 是不会加这个L的 这里面只是对它进行什么呀 一个标识 告诉你这个类型 是一个浪类型的 好 那说到这个题呢 我再给大家出一个 小面试题 sitm.out.printl printl 然后来一个叫做 12345 加上呢 54321 那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结果应该是多少呢 来看 建议 有些人说 老师这个问题 你还要问我吗 说12345加54321 不就是5和6吗 要不怎么叫面试题呢 来看一下结果 进行 大家看 一个14个T 哎 怎么能是一个14个T呢 有很多同学就很疑惑了 告诉你啊 在这个位置 我写的不是1 写的是L 大家来看 这个是1 这个是L 是不是长得太像了呀 看懂了吗 你看 前面这个是1 这个尖呢 稍稍往下一点 而这个L呢 这个1 这个尖稍稍平一点 对不对 所以呢 那在这里面 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如果 如果 浪类型 浪类型 后面 加L 进行 标识 最好什么呀 最好加 大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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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小L 咱们加个小L 小L 太 像 太像1了 太像1了 这个写太像 这个1吧 是吧 太像1了 能明白这意思吧 不要中这个招哈 好 那现在 你再去编译运行 来 运行 来看这个结果就是 5个6了 因为后面这个是什么呀 后面这是L 前面这个是 1 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 这是整数类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浮点类型 浮点数 浮点数 浮点类型 首先来一个float floatF 就等于了12.3 然后呢 再来一个 DUBLE DWD 就等于了33.4 然后在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下 说 小数 好 他俩站的 也也跟他说一下 float呢 站的是几个字节 四个字节 四个字节 DW站的是几个字节 站的是 八个字节 那float呢 它是要比DUBLE怎么样 要小一点的 那我们来看DUBLE DUBLE呢 是小数 小数 默认的数据 类型 是DUBLE类型的 DUBLE 就像刚才咱们举的是 整数默认类型 是印材类型一样 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的数据类型 声明 那么直接写个小数 它就是什么类型的呀 就是DUBLE类型的 好了 那现在咱们打印一下这个float和DUBLE 我把这个改成F 这个改成D 来编译 错了 来看为什么出错了呢 他说错误 可能损失精度 在哪里出错了 在这个位置出错了 那大家想想 为什么出错了呢 好 刚才我说了一个什么呀 说小数默认的数据类型 是DUBLE类型的 那么小数默认数据类型 是DUBLE类型的 现在12.3 是一个什么类型的 DUBLE类型的 那你想把一个大的数据类型 往一个小的数据类型里面放 这会怎么样 是不是会损失精度啊 损失精度 那么现在什么是损失精度呢 大家还没学 你要首先要知道什么呢 要知道的是float类型 想去写 必须得加个什么呀 加个标识 加个小F 或者是大F 好 加个小F 大家来看 来编译 行 是不是结果 没有问题了吧 那么加个大F 也是可以的 来 编译 运行 现在你先记下来 它是需要加一个F 去标识的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会讲这个数据类型转换 和float和DUBLE里面的一个 存储结构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要记住 只要是float类型 存储小数的话 后面一定要加一个F的标识 不然的话 它会把你这个小数当作一个DUBLE数 那么在这里呢 经常会出现一些面试题 之前经常会出现一些面试题 所以呢 大家在这里面后面一定要记住 只要是写小数 想往float里面复值 就必须在后面加什么 加大F 或者是小F 好 那这是编译类型的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 我们再来一个叫做 字符型 字符类型 那就是ta c 就等于的是a 对吧 好 那么字符型呢 它占的是 占的是 两个字节 两个字节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c 进入输出一下 这上面点out 点point的乱 好 编译 运行 输出结果是a 没问题 那么在这里啊 记住放的是 单个数字 单个字母 或者是单个符号 放一个数字也是可以的 编译 运行 那这个1呢 是一个字符1 跟我们之前 那个等数类型呢 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是有区别的 好 那现在把它换成a 还有一个什么数据类型啊 对 还有一个叫做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来看 就是说 B O L E 然后呢 B E 然后就等于的是 处 就等于的是处 然后再来一个 B O L E B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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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布尔类型呢 在内存中占的大小 没有明确去指出 所以呢 咱们不用搭理它了 直接对它进行输出就可以了 好 输出的是 B 然后呢 再来一个 B E 再输出这个B E 好了 编译 进行 输出结果是 出 B 好 那这就是 咱们各种数据类型的 一个打印输出 然后这里面要注意的是 如果 整数 超过了 印的取值范围 你想往一个 浪类型去复制 那后面必须加一个L 而小数 所有的小数 你想给float复制 后面必须加一个F 这个L 可以是大写 可以是小写 但是建议是 大写 因为 小写的话 太相依了 而这个F 可以是大写 也可以是小写 这都无所谓的 这是加一个标识 那有同学问 说W类型呢 可不可以后面加一个标识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小数 默认就是W类型的 好 你看加一个D 变异 进行 数可以 那么加个大D 可不可以呢 来我们试一下 加个大D 来 变异 进行 数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一般都不加 不加 直接就是一个 小数类型的 好 在这里 说一下 那么W类型的 DUOBLE DUOBLE W类型 后面 也可以 用 大D 或者是 小D 标识 但是 一般 不加 好了 那这就是 各种变量的 一个输出 那么这个值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大D 中文 中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